ά封殺ixes 文言之人 在講義 dinheiro 文言之人都不想唸書 雖然不知道會怎樣 但妻子是喜歡 和知道一定要唸書 這件事一定會有用 但她不想讓她父母的意思 因為本宮讀 只有大學畢業 成為了律師 她亦是共和黨的主席 第一次參選美國總統 他就輸了 第二次他就選中了 但以前的總統的生命是很短暫的 一釋放黑路 工業革命改革之後 在歌劇院裏面的歌劇 就被裏面預先安排好的殺手 就拿著一把槍對著他的頭開了一槍 但林肯死的時候 就不在歌劇院的中椅 他是在中椅 但他不在歌劇院 他是他給他的保鑣和保安 一滴掉了椅子之後 就去了隔壁的工場 那椅子一擺到工場的地上 兩分鐘之後 林肯就斷了氣 所以真正林肯死的時候 歌劇院椅是不對 不過在工場裏面 中槍就在歌劇院那裏 由底上到頂的話 總共是52級樓梯 因為林肯過世的時候 總共是52歲的時間 其實美國有很多場不同的戰爭 最長都是一個很慘痛的 你說越戰 韓戰那些 繼續講下去 當然你時常都會知道 這也是世界大使 我們中國都有加入過這場戰爭部分 不過我已經講設計概念 但不會講那麼多殺人 歷史 這些 即他的設計概念上面是一個最重要的 所以當你去到林肯記憶堂 你見到他坐著Jasic的椅子上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至於韓戰 黑漆漆的 有一段很多樹 鼠音下面特別涼快 但那裏是特別造成這麼多樹 是有個原因的 在韓國戰爭 南北戰爭就是韓國戰爭 他們意思就是 美國出兵的時候 去到韓國 是最黑暗的人子 所以一些光明大度都見不到 但是當你去到這個韓國戰爭 你見到那裏的士兵 總共是有19個 每一個士兵都超過1萬元的美金去造成 為什麼 因為做了很多次 全部的表情只會表達無耐痛苦寂寞 沒有別的表情 做不到這三種表情就再重造 所以有很多重造過很多次 所以那裏每一個兵都超過1萬元的美金去造成 大家見到全部穿著厚厚的裝備 因為在越南韓國戰爭的時候 在冬天的時候打 但是美國沒有輸這獎獎 什麼叫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就是美國其實最主要 美國封南韓 蘇聯幫北韓 而北韓最靠近我們中國 所以蘇聯幫北韓 美國幫南韓的一個部分在這裏 也就是美國沒有輸的原因 他自己都有說的 美國真的不會怕這件事 他自己說的就是 我基本上我哪裏有輸像 他們當日說我們欺負人 當日見到美國兵去幫南韓 在那裏打了戰火摧殘 世界各地的人就說美國用來欺負人的 然後他說什麼要欺負人 我明明是幫南韓去對抗蘇聯的 不過你們說我們欺負人 那行 我現在馬上退兵 我就走了 他們是退兵的 但是現在有駐兵在南韓 一直都 但是這場戰爭的理由 他來大部分的美國兵回美國 就是因為聽到這一個人說 他們欺負人的部分 但是美國一點都不會遮蓋的 他在自己的歷史仍然都說 當日他幫忙除了捍衛一些 即是大國去控制著這些 小的國家的地方之外 我們都看一下亞洲究竟有些什麼 有些東西的資源的認識 在這裏 即是他表達了他那種的貪心出來 他自己寫的歷史上 都是有這一個部分在這裏 接著 所有的美國兵 你會發現如果你爬到那裏 你看到很多樹那裏陰陰陰陰就是韓國 無影無天日的黑暗的日子 就是所有的美國兵 都是往著美國的國旗走的 因為當他們退兵的時候 美國兵可以回美國 那就得到一個光明大道 所以那裏全部是陽光無恙 我們叫紀念碑 就是他的右手邊的紀念場 黑色的場 跟著做完紀念碑之後 用人手雕刻 當時派去韓國打的美國兵樣 大頭就是當兵來 西頭就是當兵細 還有你摸下去有一個不平的 因為他是做完紀念碑之後 就用人手雕刻上去上面 所以他是做了一個對比的 很多樹的地方就是黑暗的日子 當回到美國 就是見著美國國家 陽光大道在這裏 還有一個容易 他做那裏有十九個兵 因為當個紀念碑會有倒影 他會倒影到好像反光 來遠地看過去 正式的兵十九個 再反光出來的倒影有十九個 加上來就三十八個兵 就代表當時韓國戰爭的三八線的一個意思 所以十九加十九個兵 所以他設計很多東西 他們都是有他們那種的概念 是 好 by bwd6